我国南海舰队作为亚洲第一舰队 坐拥两艘航母 四艘055大驱 如果对上美国的太平洋第七舰队 到底有几分胜算 作为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海军 美国海军麾下拥有六大作战舰队 这是其以世界霸主地位自居的本钱 借由三星中将指挥 除了试图重建卫国的第一舰队 以及没有舰船的第十舰队以外 其他均分布在世界各处 其中亚洲范围内 特别是我们最熟悉的 当然就是臭名昭著的太平洋第七舰队 因为这支舰队曾经一手炮制两岸危机 打断了我国的统一进程 现在更是我国南海与宝岛问题上的 最直接外部威胁 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我国海军可以说是相当的无奈 甚至做出了重炮上舰的举动 才能勉强应对来自第七舰队的威胁 这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一大悲愤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 随着我国海军的不断发展 一轮金一轮的舰船下饺子 各类先进舰船层出不穷 我国的海军总吨位 已然仅次于美国 成为了世界第二大海军 现在的实力 已经能够在近海战略范围内 无惧美军的威胁 特别是南海舰队 纵观目前我军挥下北海 东海 南海三大舰队 南海舰队可以说是后来居上 但从硬舰实力来看 已然成为了我军的第一舰队 当年辽宁舰归属北海舰队后 许多人本来以为002山东舰 也就是首艘国产航母 将入列东海舰队 没想到多多转转是 划分到了南海舰队的手中 而更令人没想到的是 003福建舰面试后 人们本以为 无论是从地理位置 亦或是分配的角度上来看 福建舰怎么也得是 归属东海舰队的 没想到这艘航母 却也出现在了 南海舰队的筑地当中 不仅如此 我国首批建造的 8艘055万吨驱逐舰 有足足四艘都给了南海舰队 直接拿到了一半的数量 要知道在当年 三大舰队刚刚建立的时候 北海舰队还是实力最强大的老大哥 而南海舰队 因为舰船吨位双重不足 只能排在末尾 如今却成为了我军的最强舰队 可谓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除了两艘航空母舰 与四艘万吨大驱以外 南海舰队还有着 其他相当强大的实力配置 比如两艘07527攻击舰 以及07127运输舰等等 水面下还有着094战略核潜艇坐镇 可以说是我国海军 目前最豪华的配置 就算是不考虑有055参与的 超强航母战斗群 光是靠着两栖攻击舰 与两栖运输舰 如果真的有战事发生 南海舰队也能够在 极短的时间内向作战目的地 投放两个重型合成旅 完成一场大规模高烈度战役 相信不少人也会感到相当疑惑 为何我国要主力建设南海舰队 除了国家战略的影响之外 美军的第七舰队 其实也脱离不了干系 我国最强的南海舰队 如果对上美国王牌第七舰队 到底有几分胜算 南海舰队的快速发展 实际上与我国的总体战略 有着很大的关系 那就是宝岛与南海的一系列问题 虽然在潜意识中 宝岛问题似乎一向是 交给东海舰队来进行解决的 但倘若是打开地图 我们就能够发现 这个说法并不绝对 假如那一天真的来临 那么我国从东面方向 进行打击的主力部队 除了东海舰队以外 实际上还有庞大的圆火部队 两岸之间相隔不过数百公里 这已经是我国火箭军的打击范围了 实际上 东面的着力发展方向 其实是空军与远程打击部队 而东海舰队实际上 还要负责钓鱼岛等 与日本相关的事务 防止对方的狼子野心 从短期目标来看 东海舰队对于航母的需求 并不急迫 因为无论是宝岛 亦或是钓鱼岛 实际上与我国陆地的距离 都不算遥远 别说是歼20 歼16了 派出歼10 乃至于歼7 都能够完成巡航任务 在目前的威慑力上是足够的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 从我国目前的战略角度出发 虽然我国海岸线 长达1.8万公里 但渤海 黄海 东海 以及南海四大海 也就是三大舰队分别管辖的范围 以及其所在的驻地 实际上都是融会贯通 互相掩护的 比如在上个世纪 我国主心股东海舰队 就曾向南池原南海舰队 击退了妄图进犯 我国岛礁的粤军 在战略上有相当的灵活性 三大舰队之间的实力提升 其实是共同的 因为能够随时调遣进行补强 这一点对于美国 以及战斗民族来说 从客观角度上来看 就未必能够做到了 而从地理位置上来看 南海舰队不但能够与东海舰队 配合协助负责宝岛相关的事宜 还能够看住我国至关重要的南大门 也是我国重要的海洋财富南海 而宝岛问题与南海问题 都是我国目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 南海舰队能够一次性管辖两个方面 自然也需要两艘航母 形成协同配合 更关键的是 南海舰队还有这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 那就是应对来自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威胁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们就先来看看 美国第七舰队究竟实力几何 作为美军亚太地区海上力量的绝对核心 也是远洋舰队之一 连总部都直接设立在了日本的横须贺港 美国第七舰队配置自然是相当奢华 特别是近段时间以来 美国越来越不遮掩自己的野心 首先就是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量70挥舰 还有航母里根号除此之外还拥有各类型舰船近60艘 以及配套的F35B等型号舰载机大约350架 除此之外 第七舰队的总人数约为6万 相比较下我国南海舰队的总人数在8万左右 在这项数据上差距并不算大 当然作为海军 自然要看舰船的实际对比 我国南海舰队拥有两艘航母 四艘万吨大区 假如对上美军王牌太平洋第七舰队 能否有一战之力 美军第七舰队拥有提康德罗加急巡洋舰 阿利伯克急区逐舰等最先进的海军舰船 而我国南海舰队也不失落 无论是福建舰亦或是055大区 还是094战略核潜艇 以及075两栖攻击舰等等 都是顶尖一档的 按照美军方面给出的指令 第七舰队的管辖范围其实比较复杂 不仅仅是太平洋 并且还包含了印度洋在内 一直延伸到了航海海域 毕竟豪华的配置并不是白拿的 承受的任务自然是相当繁重 与之相比的是 在我国目前总体战略的影响下 拥有两艘航母 四艘055的南海舰队 就可以专心将重心放在南海 报导两个问题上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从表面上看 美国第七舰队 实际上只有闹出过趴窝和逃跑 笑话的里根号航母战斗群 可不要忘了 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并不只有一个 还有另一支是第三舰队 虽然这第三舰队的活动范围 是从美国西海岸到东太平洋 但毕竟是同一作战体系之下的 两者互通有无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 比如卡尔 文森浩就经常耐不住寂寞 来到东南亚一带要武扬威 这其实也和美军愈发明显 针对我国的手段有关系 如果是单单依靠里根号 的确独目难知 如果将第七舰队和第三舰队一起算上 那么美军在整个范围内就拥有六艘航母 可以说是美军航母的半米江山 当然 这么极端的情况基本上不会出现 因为第三舰队还要管着 从北冰洋到南极州的一大圈 因此 爪牙也基本上只身到东太平洋 因此 如果是单单讨论南海舰队 与第七舰队两者的对垒 那么实际上 坐拥两艘航母的南海舰队 已经是追上甚至超过了对方 虽然山东舰与福建舰是常规动力航母 可若是在近海作战的前提下 其实区别不大 并且福建舰的排水量已然来到了八万余吨 还拥有着电磁弹射 要知道 这项技术 即便是在美军的福特级上都是故障频出 未能够形成战斗力 并且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南海舰队在这种情况下 是背靠空军与火箭军的支援下进行作战 即便是第七舰队与第三舰队合二为一 恐怕也讨不到多少好处 更何况 南海舰队并不是孤军奋战 前面也提到过了 按照我国四大海互通有无的情况 完全可以东海舰队持援 北海舰队按兵不动 或是威慑潜在敌人 在战略上有着很多种选择 也就是说 如果光是对比南海舰队与第七舰队 那么可以用弑军力敌来形容 如果要跳脱出这个范围 也并不是美军愿意看到的 更何况 我国海军在刻意遇见的未来 还有着长足的进步空间 三艘航母是不够的 核动力航母 随着远航时代的到来 也要提上日程 五代舰载机 三五也是呼之欲出 055大区的广大蓝图 也只完成了最初的部分而已 相信未来的海军三大舰队 有能力阻击一切来犯之敌 谢谢大家